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新女神频道 今天视频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2021年一个对自己的期望 也是一个我立 flag的视频 然后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21年给自己立下的一些目标 当然如果大家也有一些和我一样的目标 或者是说想互相监督的这种目标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然后我们互相激励互相监督彼此 这些目标如果我自己默默的立下了 可能不会百分之百都达标 但是我把这个录成了视频呢 就会有广大的网友来监督我 想的挺美哦 我们要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第一个计划呢是我想在新的一年里面 学会一个和体育相关的技能 我暂定的目标呢是有两个 一个是学会滑板 第二个呢是学会骑自行车 滑板呢是我其实小的时候 包括上大学的时候都有动过心思去学 因为我身边一直有朋友滑滑板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运动 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它是一个很酷的极限运动啊 就纯粹是我走在大街上看到身边 有男孩子女孩子突然滑着滑板 搜一下子过去插过了我 我心里面也会痒痒 但这个痒痒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 我不会骑自行车 所以就是会羡慕人家会走得比我快 对吧 就当个代步来说 其实滑板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方式 当然就是滑板它肯定是带一点危险性的 出行的话还是要注意交通规则 这个我是知道的 然后自行车呢是我小的时候 因为没有一定要会骑自行车这么一个必要 所以就没有学 其实有短暂的会骑过一次 但是因为后续没有坚持骑 所以就荒废了 所以我想新的一年 想要把这个技能吧 看能不能再试一试把它学会 反正是滑板和自行车 这两个二选一吧 自行车的话投资就小一点 然后滑板的话呢 投资可能就大一些 然后我也会问一问 我之前滑滑板的朋友 然后看他们有没有什么 板和那个罗的推荐 如果我要是开始这项运动的学习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第二个目标呢 是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这个其实是我去年就想给自己立的一个flag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拖延着 一拖再拖 然后就导致我这个目标 2020年整个一年都完全没有动力去把它实现吧 新的一年还是想说把这个目标 激励自己去完成 英语的话 其实我讲的也不是特别好 而且现在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 就是我的英语也是一落千丈 但是我就觉得 我做一个比较喜欢看日剧 然后有的时候会发日文杂志 我还是想说去学一学日语 不管怎么说以后也是能稍微看懂一些日文吧 没有奢望说能多快多快就能去日本旅游这件事 但是就我平时会看一些日文的这些东西来说 我还是觉得学日语是一个挺有意思 然后也能挺加分的一个东西吧 第三个目标呢 是想和我朋友一起做一档播客 因为平时其实我很少录这种talking的视频 没有什么机会和大家面对面的就是纯就一个话题 或者是说就我最近的生活进行一个聊天 是这么一个讨论吗 然后就想说呢 要不然就来一个播客栏目 正好在那个栏目里面呢 和我朋友聊聊天 也跟大家稍微能汇报一下 就是我进去一些情况啊 什么的 blah blah一类的 就是闲聊 我要是做播客的话 我也只想做闲聊播客 不想去做一些稍微有一点深度的那种文化探讨啊 知识普及啊那种 我都不想 我就是纯粹想把这个播客当成一个我放松的一个地方吧 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播客比较好的想法 也可以私信我或者给我留言吧 第四个目标 我不知道自己咋想的 我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给自己立写的 就是我想写一首歌 我上一次写歌的经历 好像还停留在初五中 就是十三四岁的年纪 自己写了曲 自己写了词 但是那个本不知道去哪了 后来可能也没有欲望去写歌了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去年年底就特别想要自己新年 然后去完成一首歌 所以就是看看这个fly立下来能不能实现吧 然后第五个目标 说出来有一些尴尬 就是我想在上半年减重15斤 就是减回我五年前的体重吧 现在还是觉得运动太少了 也是想通过这个目标 让自己饮食上面稍微注意一些 变得健康一点 同时让自己恢复运动 因为去年一年我都没有运动 然后就胖上加胖了 所以就是新的一年 还是想让自己瘦回去 把穿不进去的裤子能再捡起来吧 第六个目标呢是新年我想要读完30本书 这个数量其实不多 但是有的人一年可能才读个10本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数量还可以了 然后去年买的有一些书呢 没有读完还在书柜里面 准备今年先把这些清掉 然后再买新的书 我现在觉得啊 你看30本书平分到12个月 基本上就是一个月读3本左右 我觉得我这一个月能把这三本书读好 然后做好读书笔记 就挺不容易的了 今天是上班族对吧 所以30本书这个目标 我觉得应该不会特别难的完成 如果我一开始给自己订一个 七八十本这个数量 我觉得不行这个不行 我想想觉得这个事 在我心上成了一个压力了 我就更不想看更抵触这件事了 所以就是30本书 是我的一个小目标 然后在最后呢 可以在这条视频里面 跟大家更新一些 我对于我视频的栏目的一些 新的规划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 也可以再继续跟我反馈 反正有几个新的栏目 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栏目 我没有想好名字 暂定为它叫仙游记 就是把西游记的西 变成胖仙的仙 叫仙游记 这个是冲哥 其实在去年还是前年 就跟我说说 可以拍的一个栏目 但是迟迟没有执行 加上2020年真的是啥地儿 好像都没怎么去吧 想看2021年 如果疫情有些缓解 想利用周末的时间 带着爸妈 如果胖孙不嫌辛苦的话 可以带上胖孙 然后我们就是周末 短期的小的旅行 然后把这个周末型 好规划一下 然后如果大家想 包到我的行程的话 那也可以把我这个 当成一个顾略 反正就是基本上 只按照周末 两天的这么一个行程 决定 不会去太远的地方的 第二个栏目是 其实我爸以前做过 但是我没有持续拍下去 就是先罢厨房 今天应该拍我爸 做红烧肉吧 然后之前还有姐妹说 想吃到那个 炸酱面怎么做 别看我是一个 不怎么做饭的人 但是我爸在家 那真的是炒的一手好菜 反正我会让我爸 备一些他比较拿手的菜谱吧 然后看看是不是 按照什么样的一个频率 去把它这些做饭拍出来 然后给大家分享 对 先罢小厨房 第三个呢 其实不是新栏目了 我在17年 还是18年的时候 就会更 但是近两年 实在是有点难 所以就把这个栏目 自己默默的砍掉了 然后新的一年 想剪起来 就是我的爱用物分享 爱用物分享 可以是生活中的 任何东西 不一定仅局限于 什么我以前做的文具 或者说彩妆护肤 这一块 生活中我发现的 任意的东西 我都会定期 然后放到这条视频里面 和大家分享 不知道大家是更喜欢看开箱呢 还是更喜欢看这种 爱用物的分享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也是在评论区给我留一个言 然后看看我统计一下 以上呢 就是我2021年 给自己立的一些flag 也是一些对自己 新的规划吧 希望大家可以 一下读我来把这些目标 完成实现 我微博粉丝群 有一个七天打卡群 然后它打卡群 后来就没怎么打我卡 我觉得新的一年 也好好把它运营一下 然后如果有什么减肥啊 健身啊这种 大家感兴趣的行业 敦促我一起 我们在那个群里面打卡 好不好 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我觉得这个腮红可真不错呀 上完了就自带高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